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有錢派 年紀大 長生津合併 沒錯 發達 我不知道 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好一點 我都不懂得說 你不懂得說? 是否好一點 你的意思就是 你說到這塊錢可以令到你自負 我又覺得 是否真的可以用自負 現在一個月多九塊錢 九百多,差不多 差五元一千 一年多成萬多人 一年,不如想想夠不夠用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討論 問計Platron沒說過,家仔有很多事跟你說 沒錯,從明天開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拿 正在拿著 長生津和普通 高額的長者生活津貼 合併 合併 65歲或以上 合資格的長者 一律都是派 同一個金額 不再分你我他 有很多人說 好厲害 終於 不用太煩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 有很多 叫做 老人家 我相信 他們未必是在拿著高額的 對不對? 因為 有拿著普通的 長者 即是普通津貼的長者 是差一點的 差一點的意思就是 他們每個月少了錢 那 這個 為什麼突然之間 現在彈出來呢? 其實 這件事 我們是橫跨了兩個 政府的 當時這份 是林鄭的施政報告 提出的 不說不經不覺 都一段時間 什麼時候說出來的? 是吧? 因為 林鄭是去年 去年的施政報告 提出 在今年的年度 盡快合併這個 就是 搞長生春 合併這個長者生活津貼 有些人就說 我終於等到頸刀牆了 終於到了 這樣 超哥 十月 搞新一屆政府的施政報告 你想想 上一屆政府的施政報告 到現在才來了 算快的了 你就這樣想 有時候很多政策 不是一屆政府 那屆任期五年內 就可以搞得到的 那你見到這些民生的 福利的東西 有時候都說 最緊要快 不要等下個星期 那 對老人家來說 當然 就好像一件好事了 如果你本身不是拿高額那個 現在九月那個 多成差不多接近一千元 九百九十五元 嘩 你剛才開波 發達了 那有些人說 喂 怎樣啊 這次 不用再休茶休米了 是不是 即是 即是有時候 一日多成三十幾元 都不知道怎麼花 是不是這樣呢 都挺好花的 多好過少 當然 哪個嫌錢什麼 真是很老實 你問我 經常有人就說 欸 只有三十幾元一日 你不愛拿過來 不是說這件事 是不是可以不用撿紙皮呢 我是不是不用踩汽水罐呢 不是的 紙皮一定要照撿 紙皮真的很賺到錢 嘩 你不要說 你懂洞路 如果你把洞路 有些真的撿到你發達了 為什麼呢 紙皮也有分 普通紙皮和靚紙皮 漂亮的紙皮 兩額 兩個A的 嘩 嘩 厚身很多 濕水 有些 昨天早上 我過來找你 路過一個地方 那裡天天有很多紙皮 不是很多紙皮放在那裡 是很多人在那裡撿紙皮 而那些紙皮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那些是飛機貨紙皮 那些盒子是飛機貨來的 它硬身很多 厚身很多 我看到那個老人家 厲害了 好天 先淋一下水 在那裡淋水 將紙皮淋水 重情一點 我心想 還有這一招的嗎 那些人仇理這一套的嗎 是不是 那時候就跟老人家說 不要淋水了 阿婆 真是 重一點 你重一點 不算你的 不收你的紙皮 淋到濕了 你以為這樣騙到我嗎 當然 紙皮這些事情 都是繼續有人做的 很多地方都會繼續 有人收拾垃圾等等 但是 始終都是一個 老人家的問題 我們又記得 說到 早幾天 說到一宗劫案 有個老人家 因為家裡的暴力問題 所以 長期睡街 榴槤在街上 因為那個小孩子 給了一個萬多元 他 是吧 被人搏濕 被人老了 很慘 很可憐 嗯 我們怎樣可以幫助那些老人家呢 即是說到政府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那些老人家 經常都探討這個問題 當然啦 林鄭當時的 任內施政報告 提出了 將普通 和高額的長者 生活津貼合併 或一 更加用普通津貼 較寬鬆的資產上限 令到合資格的長者 拿到高額的津貼 這件事就非常之 好 好似感覺上 起碼大家都一條線 大家盡量拿多一點 就是津貼的東西 其實當時很多立法會議員 叫當局快手 嘎嘎聲 是吧 當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志剛那時候 就回應議員說 需要時間的 是吧 施政報告 就是林鄭的施政報告 扔了出來之後 需要十個月 你想一下 真的 我們這樣 就經歷了十個月 是吧 幾快 眨眼而已 時間真的過得快 這件事 合併了之後 對大家 有什麼 多了呢 我們看看究竟 那個計劃是怎樣的 原來 合併了的長者生活津貼 剛剛說到 計算你的背景 就是用普通的長者生活津貼去計算 因為你拿高額的長者生活津貼 一定是門檻高一點 但是政府就用一個低的門檻 去給你一個高額的錢 希望 也叫做 照顧到 一些長者 政府就說 預計 就住這個 或一 的 津貼 大家都是派三千九百一十五元 那麼 預計 拿普通的長者 有五萬多個 可以受惠的 勞工 及福利局 希望可以做到 年紀大都得到照顧更好一些 四千元都不夠的一個月 老人家 唉 你說津貼來的 你這個打份工出份量給你嗎 對不對 加上退休都頂得順的 加上退休 不是 你有退休金 未必可能過不了入息 過不了資產生產 是這樣的嗎 有什麼的 嘩 嘩 究竟長者生活津貼的入息 和資產限額是怎樣的呢 如果你是單身人士 每個月總入息 一萬零四百三十三元 即是 如果過了之後 不好意思 另外 資產總額 有三十七萬四千 這樣 那你就 過了之後 你就不好意思 沒有份 是啊 是啊 如果 嘩 他們的長者 那個位置 還有一段小距離 儲多兩年錢 就沒有份了 是啊 你個人負貴少少都差點了 另外 那些夫婦 你結婚 那些 每個月總入息 有一萬五千多 一萬五千八百一十元 你過了 看來 你也是問便 另外 資產總值 五十六萬八千 一日 你夫婦的話 喂 我有層樓 我有兩部車 還有幾部的士 之類的那些 行不行啊 忽然富貴 不是 本身很富貴 要拿什麼 獎車生活津貼啊 不行啊 我打算拿完嘛 畢竟 我在香港付出了這麼多年 不好意思啊 因為這些 磚貼不是給一些有錢人的 是照顧一些 真的有需要的老人家 不好意思 那你過了 這些入息 資產總值 恐怕你就拿不到 受惠不到 但是現在 一次過 比三千九百一十五元 你一個月 夠不夠用呢 有些人就覺得 其實這個扶貧計劃 林鄭啊 當時她想著 就好像現在 勞福局那邊這樣說 福利局這樣說 希望啊 令到那些老人家 可以過得好一些 喂 其實這樣算 通貨膨脹這麼厲害 香港 是不是 很多東西都貴了 有些人說 老人家吃得多少啊 用得多少 穿得多少 不是的啊 你不要這樣說啊 很多時候 你以為那些老人家 不能吃得多 不能穿得多啊 那個荷包少啊 你以為他們不想吃差好啊 你以為他們喝茶 不想坐多一會 叫多龍點心啊 對不對 沒有辦法啊 喝一口茶 然後坐下 買幾兩菜 然後就走下去了 就是說 就不買的了 沒有辦法 買二十塊塊鯊魚 哇 很貴啊 你不要跟我說 沒有二十塊塊鯊魚 香港是有的 十八塊都有 很多老人家 其實很多時候 看菜 吃飯 他們都沒有什麼消遣 怕什麼 又不用上網 是不是 又不用 什麼不用上網啊 是不是 多少老人家 要靠電話來聽多少節目啊 學上網啊 現在的人 不懂上網 你真的 你不要以為他們沒有花費 沒有消費啊 清朝人 不懂上網 你們真的 是不是 這個時代 大家都很惑一 我都快變成阿伯了 為什麼呢 老機打我 你怎麼沒有啊 有的 是不是 你打不到 很多老人家都打遊戲機 肯定是 很多老人家都打遊戲機 不打遊戲有什麼做呢 手指動 還可以動 老靈活 打什麼 電話 打象棋 打牌 都一樣 是不是 那當然 你說這九百多元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很多香港的老人家 或者弱勢社群的福利 往往都做得不足夠 但是 就著這個問題 加上政府 其實 你說關不關這個政府的事呢 這樣說 其實之前 有人就覺得 嘩 林鄭好像最後那時候都欠崩頭 最後都要欠一下工 那這些工 隨便吧 你要不要也好 沒什麼所謂 重點 你那三千多元 四千元 難道那個老人家 立即拿完曉飛天嗎 立即 忽然富貴 哥仔 做多兩銅蝦餃嗎 沒有的 都不會的 你九百多五元 在物價這麼嚴重的地方 全球都一樣 是不是 當然 大家除了說到 本身 大家老有記 拿著 有些位置都要留意 有些什麼位置留意 入息那些 我們就剛才說完了 原來 你本身拿著普通津貼 即是每個月 二千九百二十元那個 嘩 你想想 的長者 你想想 原先他每個月三千元都不夠的津貼 所謂的這些津貼 真的三千元 你可不可以花一個月呢 有些人說可以的 你不交租 我很簡單的 每個月都是 每日都是吃十多元 二十元的東西 那就可以過一天的了 那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可以輕鬆鬆的 二千三千元內 都可以過到日辰 但是這種生活 你年輕的一代 你認為你可以過得開心 看你自己的心態 那如果你覺得不行 我都過不了 那你想想那些老人家 對吧 所以現在 局方表示 你拿著普通津貼的長者 即是老友記 就不需要再提交申請了 那政府就會和你自動升級 厲害了 VIP變成 誇張 就拿到這個高額的津貼 那由9月1號 咦? 眨眼而已 是啊 那其實 即是計算啦 因為 長生津呢 在2013年就推出 那現在呢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老人家在拿呢? 你說也不要說野小 其實已經在拿的數是 超過六十四萬 老友記在拿的了 而當中 六十五歲或以上 人口超過四成 是吧 那 勞福局呢 就說 今次 合併 簡單又異明 對 做這些事當然是最重要的 簡單的了 那這件事我真的要讚一下 你又好彩不是又要做些老人家要田荒 又要排長龍 又要找人幫他搞一大難餐 你才可以變成 不是自動升級 要他搞一大難餐田荒才能做到呢? 我相信 很多人都會罵鬼 今次呢 政府基於有齊了所有資料 他一次過 跟你轉會 跟你轉上去 那就非常之好 那應該是這麼做的 更加他們說到 希望啊 可以令到呢 長者啊 保留更多資產喔 因為 有些本身可能他有些錢 他有些錢的 他拿不到一個高額的生活 是吧 那但是 又或者他可能有些叫做 他那個門檻 是吧 又不夠高額的門檻 就是那個門檻 拿得到的時候 總之啦 簡單的就是 你拿高額 我從時間呢 就給你一個叫低額的門檻 那希望 大家二入位 是吧 那這件事 就落實了啦 叫做 落實了行政長官喔 選舉政綱提升 退休保障的措施喔 喂 這樣啊 這個位 互相拿credit喔 林鄭提出 然後超過領功 隨便啦 是吧 沒有所謂啦 是吧 那其實我們 國家主席啦 習近平啦 在七月 出席這個 香港慶祝回歸二十五周年裏面呢 都發表了一個很重要的講話 是吧 那當然啦 我們的習主席就說到說 希望 希望 房屋住得寬敞一點 創業 就業 機會 多一點 是吧 孩子 教育 好一點 年紀大的 得到照顧 更加好一點 那現在呢 年紀大 得到照顧好一點呢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呢 我自己就覺得好像 嗯 不知道啊 這樣 有人就覺得 你這個 九月一號 合併了 祥新津之後呢 有人就覺得 你整條數由政府揹飛喔 是吧 那你多了五萬多人 每五萬多人多了那九百多元 你就自己乘數 究竟 多了多少錢 政府要提出了 即是偶多多少錢出來 是吧 那有人擔心啦 喂 經濟不好的時候 政府啊 會動 那些長者的福利的喔 你很尷尬喔 會不會呢 即是你 其實我們 上一屆政府已經有講過了 是吧 削減一些 類似社會福利機構的開支 當時我自己都覺得沒有理由的喔 你 沒有理由搞這些位置的喔 社會福利 對這些弱勢社群來說 他不是能夠致富 是吧 但是 好 有 即是有 是好過沒有的嘛 那這件事 你如果 有些叫做社區組織的幹事 在那裡講這件事 他就會覺得 嘩 不得當喔 那你根本啊 根本是什麼呢 根本你隨時 會開刀的 開掌者刀的 那會不會 想一個叫做全民退休金呢 又來全民退休金 是吧 你那個 強積金已經 都被人 很多市民都咬咬聲的了 那更加啦 就不如啊 怎樣想辦法 開完 不要折留啊 這件事是對的 經常都說啦 預期折留 不如想想怎樣多賺點 那你不影響到 下面的福利派 這件事最好 所以呢 有人就說 不如啊 開闢多項稅項 例如 富人稅 有錢人的稅 嘩 有錢人的稅是怎樣的 你搞富人稅 他不走過新加坡 是 你真的去搞這些 不是啊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 什麼的 就是 賺錢多的企業 人士都會打很多稅 是嗎 當然 不是啊 香港的稅很簡單而已 你外國那些很多 很多不同層面的稅 只是吃飯都已經是 給人稅了 外國 是不是 所以 有人就覺得呢 你這一屆政府 即是接下來 超哥 我們的特首呢 他的施政報告 那個重要任務呢 是要啟動這個養老金諮詢 收集市民對年金、強積金、津貼 三方面 公款養老金保險的意見 即是換句話說 老人家由全香港人一起 負擔 嗯 即是 政府 這些不用說也是的 放明 故意說來做什麼 不是啊 有些人覺得 不贊成的 那你交稅 他就要做 他稅務上的事 有些人不是啊 他不是交稅那麼簡單 另外在大家可能 要打工 可能就拔一塊錢出來 幫忙養老人家 是啊 限時 限時 這幾百億的基建 我們這些 都不知道 放了多少錢去幫忙搞 閒閒地 搞不是沒問題的 是不是 你可能有份的呢 以後 大家都有份的 有人會說 這樣不行 什麼不行呢 沒有不行的 施比壽更有福 做這些事情是一件好事 是不是 好了 那也都說到 大家都在拍攏手掌 就說 喂 你長生樽本身是得證 去到九月才實行 就好像太遲 是吧 也都覺得呢 資產限額太低了 他就說 應該提高 單身到五十萬 夫婦一百萬 因為呢 長者醫療開支是難控制 是吧 你公立醫院 手術時間 又輪候得長 是吧 你去到私家醫院 閒閒地 都要十幾二十萬 是呀 那你如果老人家 本身 或者老友基 我得三四十萬 那你那個 單身 那個限額已經over了 的時候 我又拿不到生活津貼的時候 你又覺得我好像很富貴 但是 有日然又說 你以為有很多錢嗎 他們呀 去看醫生 做過手術 沒有啦 那些東西 所以 應該呢 提高那個上限 更加 蛤 不是吧 有人就覺得 應該由入息方面 要調節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政府一直都鼓勵 老友記就業 喂 不要這樣啊 我覺得這個位置 又 你叫幾十歲 對不對 你叫他就業 你真是 不知道啊 這樣啊 有些可能老友記 覺得 唉 我們這幾十歲 沒什麼所謂 做了幾十年 不差再做多幾十年 那有些人呢 就覺得 因為啊 因為啊 你啊 政府建議老人家去做事 但是呢 你入息上限呢 只有雞稅那麼多 只有一個萬多元兩個人 一萬五元 根本啊 你兩下就已經拿不到這個津貼 所以啊 是違背了中老年就業計劃的原意 所以 所以 應該建議當局 麻煩了 就算你合併了之後 可不可以再提高 兩夫妻的入息上限呢 正所謂啊 你拿到 可以減輕到這個經濟負擔 是不是 那 那 覺得啦 有人就說 你現在就合併了之後呢 對政府的開支 即是慢慢加大了 長遠呢 是一個叫做財政負擔來的 那 看看政府啦 怎樣可以呢 可以加大那個叫做收入 那你因為 現在其實政府啊 很多地方的收入 即是最大的 收入都是靠賣地啊 這些東西 那你始終 你現在這樣的環境 你賣地的氣氛 是不是很 不是很刺激的時候 那你每年的財政年度 你都隨時後會赤字 那你加上 除了派這個搶者生活津貼 合併了之後 更加 有機會 接下來 如果繼續下去的時候 會不會 繼續派這個消費券呢 那波叔 我們的財爺 都要繼續想一下這些問題 怎樣可以開闢 所以為什麼剛才有人說到 不如你想一下 向一些有錢人開刀呢 是吧 他有錢的啊 是吧 幫忙養老人家都可以的 當然啦 有人就覺得 政府一直都不敢 就著這個 叫做養老金諮詢呢 出來重啟 因為呢 有很多人就覺得 這個是非常敏感的問題 是 因為 始終現在 這樣的經濟環境 哈 你要用不同的方法 就是 政府啦 勞資啦 就是勞方和資方呢 一起 三方呢 合作 去做一件事出來 然後就去 保障大家 老人家 當你自己都變成老人家 退休的時候 一個保障 大家就覺得 嘩 這個時候說這些話 好像 在別人有一個 河包 真的再拔掉 嘩 好慘 其實啦 這個長者生活津貼呢 說到原來啊 不是說只是香港人可以拿到的 不是說只是居住香港的老人家都可以拿到的 原來啊 有個叫做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 都可以拿到的 嘩 嘩 有人就覺得 要不需要拿啊 要不需要給他們啊 如果他們長期居住內地有社保的啦 如果他們有內地戶籍 是不是 有醫保有社保 還需要拿這些津貼呢 那當然啦 國家有國家 即是內地有內地的那個養老的機制 有時候有些人就覺得 內地的養老機制呢 分分鐘還好過啊 香港啊 因為為什麼呢 好多東西啊 都是由政府啊 內地政府呢 幫你搞定 給少少錢的 你看個醫生呢 人家是用醫保去扣 是不是 咦 香港都有醫療券啊 香港的醫療券 只有幾千元 你老人家看一看 你知道啊 站空閒地 都等一千幾百 甚至乎過晚的 每一次看医生都是 對不對 所以 有人就覺得 嗯 差一點耶 你可以政府 看來的 整個政府 因為我們的特首 除了 李家超除了搞内地的通关事宜之外 你见他剪剪绝绝 近期经常都落区做一些地区咨询 地区咨询工作怎样可以解决得到 老人家,我们经常见到很多新闻就是报道 很多老人家很可怜 又或者很多失业的比较大年纪人士都很可怜 有些在街上收拾别人拜祭的食物 有些中年男人都有 走去这些地方,说很多人睡街等等 这些很多民生需要做的事 你不是单方面,只是说三千九百多元就可以解决所有事 我不知道政府的态度和角度是怎样想的 始终是一个进贴,去帮助他们 但是长远来说 你怎样可以减少这些惨况呢 例如他们的居住环境 能不能安置到他们住一个好的环境呢 怎样有人照顾一下他们呢 社会的福利,社工够不够,义工够不够 安排定期探访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长远的问题 所以你说区区只是合拼了三千九百多元以为 就解决了所有一切问题 那当然不是啦 这么简单,这个世界就没有烦恼啦 外国也有这些问题而烦恼啦 人家有些地方收你什么? 打你五十个百分岁的税 都一样有这些烦恼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 喂,养懒人啊 要我们的打工仔,养懒人在外国啊 收我们这么重的税 就养一些不做事啊 失业的人士 那些人都躺平坦在那裡 那究竟 是不是去到一个年纪都要继续做呢? 还是努力试永步止境呢? 不停撿纸皮就会穿多好呢? 这些都是一个问号来的 那怎样都好,大家留意啦 9月1号,如果拿着普通长者生活津贴的朋友呢 那就自动会提升,帮你升级 拿多九百多元 那今集时间是这么多 下节再说 拜拜 再说